本台消息 中央台办负责人今日发表谈话 就赖清德过境篡美 表明严正立场 谈话指出 近日赖清德以参加巴拉圭总统就职仪式为由 过境篡访美国 这是民进党当局加紧与美勾连的又一点挑衅行径 我们予以强烈谴责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余地 将采取坚决措施 惩戒台独分裂势力及其行径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